台北國際電玩展登場 今年共有195家廠商參展 超過1400個攤位 威魔創下令年新高 包括熱門手機遊戲 神魔之塔 刀塔傳奇 線上遊戲刀龍傳說等 廠商為了炒熱氣氛 特地請來Showgirl Cosplay站台 吸引超過萬名粉絲前來 起爆展場 參加神魔之塔 Cosplay 已經第二年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 並且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絲團 我覺得這個角色非常的可愛 希望大家也會支持我囉 努力的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也因為神魔很開心 能夠第一次扮演像這樣子的Cosplay 那粉絲團人數也因為 神魔之塔有稍微衝上來了一些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幫我投票 神魔之塔再度成為最大的參展廠商 為了回饋玩家支持 廠商大方贈送福袋及虛擬保護 並邀請藝人曾佩慈和大家同樂 那因為我這陣子在宣傳我的新專輯 所以呢比較忙 但是我還是會利用閒暇的時間來 用玩神魔之塔這個遊戲來抒發我的壓力 就是我坐捷運的時候就會 反正你也是在看手機嘛 然後我手就會忍不住去點神魔之塔 然後一直玩那個轉珠 另外電玩遊戲《刀龍傳說》及《刀塔傳奇》 也請到Showgirl進歌熱舞 粉絲近距離欣賞現場嗨翻天 其中人氣Showgirl派派成為展場的細菌焦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彤彤 哈囉大家好我是派派 然後很謝謝大家那希望大家這幾天都記得要來電玩展《刀龍傳說》來找我們玩 我們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贈品 然後還有現金的好禮可以讓大家抽獎 今年電玩展還包括Google Facebook 日山萬代南夢宮等大廠 一同探討產業趨勢及商機 莊社記者張新偉 台北報導